法国空军10日展开 飞马22长距离部署行动 派出一批军机 经印度远复位于太平洋的 霸主海外领地新卡里多尼亚 过程不到72小时 呈现其快速远程部署能力 法国国防部表示 代表法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 将投射军力到世界任何地方 在中共对台进行大规模军演之后 德巴两国在 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就分别进行军机快速部署 至印太的任务 申去贺阻一位 日本《产经新闻》16日报导 日本防卫省在传统的 陆海空领域之外 加上太空、网路、电磁波 这三个新领域 明年度起将把认知领域 增为第四个新领域 以集结战力建立跨领域作战能力 俄乌战后 近期中共升高台海等区域紧张情势 日本政府认为将相关事故 纳入跨领域作战体系 是对抗中共不可或缺的手段 澳洲网路安全和反外国干预 影子部长派德森 致信滴滴澳洲分公司 要求该公司保证遵守澳洲一司法 并充分保护澳洲用户的网路安全 此前 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因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 被中共当局罚款人民币80多亿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乌总统不断要求各国要实施各方面制裁 埃章尼亚当地时间16日表示 对已合法签证的越5万名 俄罗斯民众关闭边界 这是欧盟首国执行类似制裁 芬兰也跟进 表示将从下个月起 大幅减少合法给俄国人的签证数量 目前已将每日申请预约量 坦淡减至500 且请分配100个名额给观光客 新航亚开电视总理报导